下面我们来介绍心脉动态血压的绣带 如何将气囊从绣带里面取出来 并且再重新装进去 首先是在绣带的后背板这一部分 将卡钩都和绣带的表层分离开来 然后再来到绣带的边缘的切口处 手指伸进去把气囊从绣带里面取出来 取的时候注意先取带有后背板的那一套的气囊 这个时候就可以将气囊拿去清洗了 清洗完毕以后可以将气囊再重新装入气囊 首先是将气囊折叠一下 体积变得小一点 然后再从绣带边缘的切口处将气囊装住绣带 装的时候注意带有后背板的一侧朝向绣带的顶部 另外一侧朝向绣带的底部 装进去之后将后背板移动到气囊秀带的切口处 然后将气嘴和五个卡钩分别从切口处透露出来 然后再来整理一下尾部的气囊 保持气囊在绣带里面的平整就可以了 再来整理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